近日 西藏軍區邊防某團以全新彈種 在海拔4400多米的地域展開裝甲實彈設計演練 軍方稱 設置挑戰性極強的項目 在高原極地進行實彈設計演練 旨在官兵們在條件艱苦 氣候寒冷 環境複雜的情況下練就實戰本領 據悉 此次駐訓地氣溫低坠零下攝氏度 官兵們在極為寒冷的氣候條件下 翻越多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山口 到達陌生地域 展開野外註訓 在炎炼當日 伴隨著汽車 裝甲和工程機械的轟鳴聲 官兵們的長途機動和實彈射擊考核皆寵而至 由於剛來到這個高海拔地段 然後天氣比較冷 打吧之前手也比較涼 然後人也是剛剛激動過來的 身心比較疲憊 所以才導致這次成績比較弱 據介紹 在此次裝甲實彈射擊考核中 該邊坊團使用了全新彈種 瞄準方式也把以往的電子瞄準改成機械瞄準 射擊方式上要把原來熟悉的長點射和短點射 改成兩者混合射擊 在考核中 從武器裝備的組裝到彈藥裝載 在導激發等過程均有實現 超時和操作不規範都將被扣分 為了模擬出更加真實的戰場環境 考核組隨機變換指令 參考小組要不斷調整人員的站位分配 並繼續對預定目標實施射擊 極大地考驗了官兵們處置戰場突發狀況的能力 惡劣的自然環境和嚴苛的考核項目 是有效提升戰鬥力的磨刀石 我們利用野外助訓的時機 組織實戰化背景下的實彈射擊考核 目的就是讓我們的官兵進行多方位的摔打磨力 促進部隊戰鬥力提升 這就是未能完成的位置 在這裏面因為比部隊戰鬥力提升 我們區域建特幣的風格 我們區域建特幣的孔 我們區域建特幣的生命